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行业有成 故此都会协助子女报读校外培训机构所举办的课程 不过部分机构却直指前骗局联财 而有不少家长都在不知就类情况下 待入骗局当中 经执法部门调查之后发现 骗局大多数围绕三个词语 去扣、夸大、有道 当中包括去扣试制、夸大学生成绩等 面对校外培训机构这一类做法 家长基本上未能识破 纵使他们感觉有异常 但也未能掌握任何资料 况且学费都已经给了 同时在机构接受培训的小朋友 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明显与家长的付出不成正比 这种或者是家长对这类机构乱象有苦说不出的原因 另外 现时内地教育部门呼吁减轻学生负担 例如不准补课 不准增加课外作业 部分地方政府甚至禁止将功课带回家 以及明文规定幼稚园禁止教小朋友 识字、学拼音之类的幼儿教育大纲 有部分家长会响应政府呼吁 不准子女参加校外课程 但有些家长经不起校外培训机构的诱度 让子女报名参加课程 结果让部分家长出现攀比心理 担心如果没有参加校外课程 子女的成绩会不会比别人差 相信这也是家长对这类机构乱象 有苦说不出的其中一个原因 今次执法部门的行动 破除校外培训行业潜规则 让民众放下心头大石 不过有家长担心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乱象会不会死灰奉猿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整治校外培训市场乱象 必须扣建长效机制 并将会联同其他部门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方向 行为规范和监管原则 随着监管部门的政策出台 持续完善政策配套 相信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会得到有效压制 而家长也不会再出现有苦说不出的情况 今集多网点评时间就到这里 再会